四个春天 中国贵州山区里一家人在四年时光里的故事 却让人进入到生与死的最深层的秘密 四个春天 欢、悲、敬、归、饱含深情 真实动人 镜头语言丰富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被剧情牢牢拴住 沉浸其中 欢快、活泼、伤感、难过、悲痛层层叠加 富有情调的老夫妻 让生活变得梦幻里般 老头自说 每天至少要为家里做一件事 是对家庭是多么细腻的情感 平凡的故事最为动人 细腻的情感最为热志 再一次相信纪录片的力量 跪在其真实、细腻、惹人沉浸 生老病死 世事无常 生活本该如此 在一次次打击之后 终归慢慢重拾平静 两位老人乐观的心态 以及脸上洋溢的笑容 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 令人心生羡慕 可以说这个纪录片不完整地回溯了一个家庭长达二十几年的生活状态 原来不经意间的家庭记录是那么的宝贵 这是一部一个人拍出来的电影 平面摄影师出身的陆庆毅并没有系统 学习或电影 靠混激斗版 边学边拍 摄影 录音 编剧 剪辑都是它 但影片内里蕴含的情感力量却能让人彻底忘记技术的瑕疵 这是一部历史几年完成的纪录片 没有过多的拍摄技巧 几乎是没有技巧 只以朴素的镜头记录了家乡父母的日常生活 简单却充满了诗意 四个春天 发生了很多事 看完特别想感慨一句 啊 都是别人家的爸爸妈妈 这部影片完整地叙述了一种生活的过程 有爱也有悲伤 有笑也有泪 没有做作的煽情 只传达一种真实 每个镜头背后展现的 是导演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 对生活里平凡情感的戏意把握和传达 他爸爸曾经是武力老师 热爱音乐 会小提琴 二胡 吹枭 等好多种乐器 还会录像 剪视频 真是令人崇拜啊 他妈妈是个很可爱的人 爱笑 带着一股淳朴的天真气 他举着几双自己做的小婴儿的鞋对镜头笑 老婆都没有 小孩鞋都做好了 神太可爱极了 有一个画面特别难忘 相邻的两个屋子里 妈妈在左边的屋子里一边哼歌一边踩踏着防纫机 爸爸在右边的屋子里陶醉地唱歌 画面静止了好多秒 那种静静的生活 热爱生活的模样 只看得人心里浮浮贴贴 像被运斗运平了一般 唱歌 劳作 忙里忙外 给孩子准备吃食 生活在这样的节奏里有条不紊的行进 他妈妈寻的腊肠太美了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爸爸永远在摆弄乐器 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沉静和稳重 两人之间淡淡然又略显甜蜜的爱情 就像那水里的鲸鱼 像盛开的迎春花 像那绿油油的田野 像他家大年三十饭桌上的热气 像那酒中里的酒 一切都生动而美妙 他们带着酣畅笑意 谈起那时的爱情 笑脑中完成生活琐事 生活像春天一样井井有条 和所有儿女离家的父母一样 目送儿女远去 然后继续着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 他们快乐的时候 总是唱青年有一圆舞曲 传三连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有一支歌 春天 有燕子在他们家屋檐下筑了巢 爸爸喊妈妈 燕子来了 来看吗 请自动脑补贵州方言 语气超可爱的 燕子年年都来 在屋檐下羞气 捕育幼鸟 飞过空空的楼顶 也许连燕子也知道这是一个温暖的 充满爱的地方 然而真实的家庭影像 可不只有温暖的一面 导演的姐姐是个特别欢乐爽朗的人 生活在东北 喜欢唱歌跳舞 不幸生病去世 她在病床上疼得撕心裂肺叫喊 老人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一边落着泪一边安慰女儿 告诉她大家都在陪伴她 这样难以逃避的人生客体 就这样真真实实展现在面前 观者动容 也许因为很少看到这样真实的丧葬情节 我既感到她是那样真切 又感到生命的无力和寄疗 还好有影像 还好有些东西可以留下逝者的英勇笑貌 他们在坟前栽了树 春天 去看望姐姐 迎着风和田野的气息 两位老人唱歌 跳舞 妈妈说嘞 姐姐的名字 以前最喜欢了 春天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歌声飘到远方 这世界固然混沌 但还有人在认真发现生活的美 在像奈爱的深沉的土地抒情